10月下旬到10月初,中国海军三大舰队在日本冲绳岛到菲律宾之间移动的西太平洋海域举行代号为机动5号的大规模远海实战演习。 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将大规模士兵演练场所延伸到第二岛链。 与解放军最近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频繁的动作相比,此次机动5号演习被普遍认为是舰有所指。 此前,中国军机和军舰频繁在日本附近海域出没,而日本也派出侦察机和军舰监视解放军的演习。 除此之外,中国海监船对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海域的巡逻也几乎成为常态。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广防研究中心教授休怀特在华盛顿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演讲时说, 中国近期对日本的强硬态度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策略的直接回应。 我认为,对中国最近在尖阁列岛上的做法,以及去年在黄岩岛上的做法,最自然的解读就是,这是中国对美国转向亚太策略的直接回应,也是对这一策略的直接挑战。 怀特表示,美国设计亚太再平衡策略的初衷,或许是想通过加强在亚太的战略部署,加深对亚太事务的参与,从而达到让中国安静地走开这一目的。 但实力空前强大的中国决意要试探一下美国人的决心。 我认为,中国处理与日本在东中国海上矛盾上的做法,是直接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地位。 原因是,与日本的纠纷,使得两国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非常大。 事实上,是中国愿意承担这一风险,如果双方开战,日本就极有可能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 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如果美国失守,这将对美日同盟是一个严重的挫败。 而美日同盟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位的根基。 我认为,中国处理与日本在东中国海矛盾上的做法,是直接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地位。 原因是,与日本的纠纷,使得两国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非常大。 事实上,中国愿意承担这一风险。 如果双方开战,日本就极有可能需要得到美国支援。 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如果美国失守,这将对美日同盟是一个严重的挫败。 而美日同盟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位的根基。 怀特认为,美国如果不及时对其亚太再平衡策略做出调整,就会有破产的危险。 他说,美国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对其亚太盟友的承诺。 在某些议题上,要对中国的攻击性姿态予以明确回应。 上周五,华尔街日报刊登社论,呼吁奥巴马政府公开表明尖隔列岛主权属于日本的立场。 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军事专家废学李,此前在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作证时, 也批评奥巴马政府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的中立立场。 他表示,美国的中立立场在其军事实力具有绝对优势时是有用的, 但事实是,美国在亚太的军事优势正在被中国蚕食。 他对VOA卫视表示,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信誉也因其持久的预算问题而大打折扣。 由于预算压力,美国的转向亚太政策正被削弱。 经费短缺将使美国空军无法按计划参与多边军事演习, 而且还会威胁到美国海军、空军被迫检员, 从而无法实现再平衡政策中威慑中国的要求。 10月初,白宫和国会的预算之争导致联邦政府停摆, 迫使总统奥巴马取消了出席一系列亚太峰会的计划。 奥巴马的缺席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展其迷人外交攻势一个绝佳的机会, 也让美国在亚太的一些盟友担心, 奥巴马对亚太的重视程度并没有他所强调的那么高。 VIA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